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米露 今天呢 我们要去参加的一个活动呢 就是一日店长 对 就是我第一次呢 就是受邀参加一日店长的活动 那是卖红豆饼 当然不是卖红豆饼 今天呢 我们就是要去米娜 那米娜的彩妆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它是一个西班牙的牌子 然后呢 今天呢 报名的圆仔 能够有40位 分成上下两场 所以呢 今天呢 我要去的目的呢 就是 除了出席之外 还要帮各位圆仔们 挑选适合他们的彩妆品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然后呢 另外呢 我也准备了六份 我自己在家里准备的小礼物 要送给圆仔 对 神秘小礼物 那我们就一起出发去西门町吧 我现在呢 终于到了米娜的店里面了 这是他们的后台 然后呢 经纪人现在呢 在帮我包装 就是我等一下要抽出的六位 幸运的圆仔 这是 你可以获得 顺便获得一张阿远的明信片 上面有我的亲笔签名 对 非常的不值钱 不过呢 我还是硬要签上去 他们帮我准备了这个 我最追 追 超用心的他们 他们就是准备了很多这个小卡 然后 待会就是圆仔可以拿着小卡跟我一起合照 真的吗 亮 好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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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子一终一终一终的 因为我直接这样子 然后直接点都撒 很刀 那就是 为什么 就是完全都不卡住 我就没有在卡住 我觉得感觉 而且是这个颜色很卡 字幕志愿者 郭文费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三號 三號的朋友 恭喜你 恭喜你 回家才能找他 阿遠的禮物 好 來 這張 七號 七號 回家再開 阿遠的禮物很捨立 大家回家再打開好不好 沒有很多時間可以跟大家多多聊天 其實我也很想要跟大家 就可以多聊天 多講話 多認識大家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我願你還會常見面會 然後謝謝大家 抱著風雨來看我 然後你們就是這事情 我真的是很感動 謝謝大家 好的 我們終於結束了 我們今天的Mira的一日店長了 我們現在要去吃飯 我們來吃NikoNiko 跟米露之前跟其他的朋友 我們一起來吃過的店 愛玲推的吧 愛玲推薦的 而且因為愛玲非常的懂事燒烤 對 所以她推的基本上是好吃 然後我們再來吃過一次 真的還蠻讚的 對阿 接下來呢 這個段落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我這一次呢 在Mira當一日店長之後呢 我要來選出 他們家我覺得心目中的Top 6 現在是完全素顏的狀態 所以我也會透過這個段落呢 順便來化妝 就是用Mira他們家的彩妝品 來完妝我臉上呢 接下來要完成的妝容 因為我覺得他們家的東西 我在當一日店長的時候 時間不夠 所以我沒有辦法 就是一一的很詳細的 跟大家分享跟介紹 所以這一支影片你們一定要繼續看下去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那基本的底妝保養 就是一定要先上化妝水 好化妝水呢 擦完之後呢 再來我就要用他們家 我心目中的Top 6高修片妝前凝露 這一款呢 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我昨天呢 在一日店長的時候 我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之前使用過的一些妝前凝露 大部分就是都是那種 屬於比較水潤一點的 只是上粉底液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怎麼好像粉有點浮浮的 但是這一款呢 它是霧面的 所以它可以遮住你的毛孔 就是它算是一款 蠻高遮瑕的妝前凝露 而且很好推 延展性也蠻好的 那我覺得有用妝前凝露 跟沒有用最大的差別應該是 如果你是一個比較容易脫妝浮粉的人 那你一定要用妝前凝露 因為它可以幫你做一個高效定妝的動作 而且可以讓你的妝感看起來更服貼 重點是它不會黏黏 不會油膩膩的感覺 第五名我要用的就是他們家這個 3in1粉底液 這一瓶我覺得也非常的厲害 就是沾一點在我手上 好然後呢 我會這樣均勻分布在我的圈臉 好然後再來呢就是他們家這個刷具 他們家這個刷具的那個刷頭 很輕膚欸 不會有刺刺的感覺 而且很軟 我覺得其實如果你有用刷具啊 或者是有用粉撲來做定妝的話 基本上你的妝容會看起來比較完整一點 而且他們家這個刷具刷完之後 真的也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刷痕 我覺得用刷具最忌諱的就是你刷過去有一個刷痕 就會感覺好像不太均勻 因為我其實平常有的時候我會用手推 用手推完之後 我會覺得臉上會稍微比較黏一點點 但是呢 如果我用粉撲的話 又反而好像會感覺妝感好像沒有那麼的遮瑕 不過呢如果你是用刷具的話 基本上它除了刷得很均勻之外 你也不會覺得上完底妝之後 好像臉黏黏的感覺 底妝呢完成之後呢 接下來呢就是他們家的這個透明蜜粉的部分啦 透明蜜粉呢是我心目中的第四名 為什麼會是第四名呢 因為它不需要用很多 它量少但是呢又可以讓你定妝 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而且呢它基本上是粉質非常細的 所以呢 完全不用擔心好像你整個臉上裹麵粉的感覺 那我會倒一點點在這個蓋子上面 他們家新步驟的第三名呢 就是炫色精彩眼影霜 然後呢我手上其實是有兩個色號的312跟313 但是呢我今天呢想要單用一個顏色就好了 我最喜歡的呢其實是313這個色號 因為它就是屬於那種比較焦糖色大地色的感覺 那這一顆我覺得真的是任何人都是可以駕馭的 而且它超級顯色所以我教你們怎麼使用 就是我會抹一點在我的手上 怎麼看 顏色很美吧 但其實它其實蠻快乾的所以我要趕快用了 好然後呢點在我的眼皮上面 我喜歡這種微微的就是 眼妝不會那麼的搶眼 但是你就是你隱約這樣看到的時候 你又會覺得它有點電眼的感覺 就是不會到很濃 因為我知道其實有些人其實不太喜歡那種 妝感非常濃 特別是眼妝的部分就是感覺好像 兩坨顏色在那邊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他們家的這個就不會 它可以上得非常的均勻 我真的蠻喜歡他們家的這個眼霜 我之前其實蠻少用眼霜 大部分都是用眼影居多 但是他們家的這個眼霜真的是我 活到現在26歲以來 第一次發現就是有這麼好用的眼霜 真的就是他們家這個眼霜了 我來畫一下我的眼線 然後還有上一下睫毛膏 因為我想讓你們看一下就是 眼睛這邊就是非常嗆眼的感覺 好 眼睛的部分有沒有跟剛才好像有點差別的感覺 有吧 現在感覺就是這邊 匆匆有神 那接下來呢就是他們家的腮紅 腮紅呢我要來分享的是他們家這個103 昨天呢我聽主持人說這一顆就是賣到缺貨 我當下其實看到這個顏色的時候 我覺得它有點像是葡萄的顏色 但他們跟我說這算是比較像乾燥玫瑰的感覺 我喜歡這種顏色比較深一點的 可以看起來讓你整個人會比較氣色一點 就是你也不用上太深 就是稍微刷色 其實顏色就還蠻明顯的 但因為我覺得我知道在鏡頭上面 其實會有點被吃色 但是其實就是你用肉眼看的話 顏色是明顯的 而且它算是蠻持久的 就是不太會有掉妝脫妝的問題 這邊有那個腮紅 有吧 那我最後呢就要來分享我的TOP ONE MINA的這一支 1、2號 這支的名稱我把它打在旁邊 這支我真的超級喜歡它的 因為呢我個人非常喜歡 顏色很深的唇膏 剛好這個顏色很深 看看喔 它完全就是一個可以當作是咬唇妝的唇筆 我昨天呢在活動的時候 我是上整張唇的 那我今天想要做一個咬唇妝 那我直接上給你們看 其實並不是說只有韓系的唇膏才能做出咬唇妝 你只要呢可以找到一支很適合你的唇膏 然後不會讓你顯死皮 不管是任何一個國家的牌子 都可以做出咬唇妝 因為如果你很喜歡那種韓系咬唇妝的話 你一定要找一支顏色比較深一點的唇膏 它才能幫你畫出那種咬唇妝的感覺 額外提一下其實他們家還有這個定妝噴霧 一樣呢就是在最後呢做一個定妝的動作 終於完成了我現在臉上這個妝容 然後呢剛才跟你們分享的 都是Mina他們家這一系列的彩妝品 然後呢我一共選出了六樣 我覺得非常推薦你們一定要去試擦看看 試用看看說不定會燒到你的彩妝品 然後呢希望你們可以畫出跟我一樣這樣子的妝容 好那就是這樣子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這一支影片 然後呢前半段呢是紀錄我 昨天當一日店長的一個VLOG影片 那後半段呢就是跟你們分享 我心目中的Top6的Mina彩妝品 那希望你們喜歡今天這一支影片 喜歡這一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這支影片點個喜歡 那如果還沒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呢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也歡迎報導我的Instagram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吧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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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